我期待你能成为我的指引 就能解开我的难言之音 只要你给我一点肯定 我愿意为你背天顿地 我相信你会读懂我的音语 答案就是我的心跳频率 只要你给我你的手心 我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你握紧 我期待你能成为我的指引 就能解开我的难言之音 只要你给我一点肯定 好,大家好,我是杨千佩 那在《难言之音》里面呢 我是饰演怡萍这个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怡萍萍这个人旁边围绕着很多男人 所以呢,在这个剧中呢 我是一个非常了解 也可以听到男人心声的有超能力的女生 但是当她真的遇到真爱的时候 她的超能力就不见了 因此她重新归零 因为之前她对于感情都是 你知道,直接丢进来 所以她很少去拒绝、去消化 但是当她真的失去超能力的时候 她反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爱情这个课题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戏最棒的地方就是说 她会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爱情这个角色上面 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什么样的困境要怎么去解决 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戏剧 不论是男人或是女人 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难言之音 那要怎么去表达 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境 我是觉得这个戏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那可能在看的同时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笑 那也会很感动 那也会很惊喜 又是可以放松 重新找到自己的一个剧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支持难言之音 当然最重要的是 里面有两个很帅气的男主角 一个是赵春节 一个是 人不要 然后翻白的黎智杰 当然因为我觉得 薰姐是第一次来参与舞台剧 那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初体验 就献给了我们 所以要谢谢我们的男主角 那另外智杰 就是之前 20年就合作过 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所以整个排练场里面 真的是好多好多 好精彩的一些桥段啊 然后一些很棒的一些喜剧演出 在现在生活这么苦闷的世道上面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 丢掉所有的烦恼 就进居场来享受这个 又可以哭又可以笑的一个 轻松爱情浪漫喜剧 就是可以让你版主很久 让你重新找到自己对爱情 那个最真诚最心动的时刻 请来看戏 大家好我是狄智杰 这一次在故事工厂第三回 作品《男人生》里面演的是一个 音乐制作人 然后已经是非常当红 已经很有成就的一个音乐制作人 然后身边无法有着美女 有着很好的生活 有很多的诱惑 但是却慢慢倒出了一些 她不为所惜 不敢跟大家讲的一些内心的恐惧 那这个东西 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需要怎么看吗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要我不也选张旋杰啊 谁说的 我告诉你 我就选李智杰 我告诉你 我就选李智杰 所以你有怎么看吗 没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整个排练过程中最棒的 一件美好的回忆 一件事情 就是千佩永远会不停地 去活络现场所有的气氛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非常非常开心 与积极的创作之上 除了导演之外 我忘记他 没有没有 没事没事 如果你只看了张旋杰 但是没有人跟张旋杰做对比 怎么能够显示出张旋杰的可爱 帅气 动人 音体 以及所有的优点呢 所以你需要狄智杰的存在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妄自菲薄 你根本是第二个副导演 我就是 因为你知道他在排练场非常非常的积极 就默默坐在旁边 可是给予很多很多的意见 让我们整个排练非常的顺畅 然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戏的戏剧主导 再加上他的老婆颜佳的佳娜姐 也是非常鼎鼎有名的表演老师 而且他演过我的表姐 所以他 你知道 就他们跟我是非常非常有渊源的 因此 我只能说 双结的组合我告诉你 要是这辈子不看男言之影的话 你下辈子看不到 真的 然后 然后 刚才讲导演内容 我说导演很棒 我说导演很棒 导演 导演很棒 因为我们 就是 男言七月二十四号开始就有 男言之影 不敢说到我现在的男言之影 我们去上街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勋杰 我这次在男言之影里面 饰演 一个 内敛的作曲家 叫石耀玲 他是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色 永远把自己限制在一个 框框里面 走不出来 那当然非常欢迎 大家来剧场看戏 就会知道后面发展 那平常呢 之前大家都是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出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舞台剧 其实说老实话还蛮过瘾的 你来现场你就会感觉到 我们在一起交流 我之前在脸书上有写过 分享的一句话就是 感动是演员的 感受是观众的 所以就真的非常希望你们来现场 还跟我一起呼吸 因为我觉得台湾剧团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自己心中还有个秘密 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其他演员都知道 因为我自己的亲妹妹呢 曾经她有梦想 她也想要做舞台剧 但是被迫因为现实 所以没有办法再延续那样的梦想 没有办法再延续了 所以我这个亲哥哥想要帮她玩什么梦想 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帮助台湾剧团 帮助台湾剧团来做点事情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大家自己的故事 我现在多说无疑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来现场开心 就是也疯狂的吹飘 快来现场吧 来云士颖等你哦 今年这么一谎言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过了一大半了 不知道你今年开心吗 开心吗 感情顺利吗 顺利吗 有没有觉得前途充满了憧憬呢 充满什么 憧憬啊 憧憬啊 不管各位朋友 你们在爱情路上呢 是经历的很开心 开心 还是不开心 不开心 还是很挫败 挫败 还有成就感 哦耶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进去想看男言之影的话 你都会有一些新的题 而且更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和爱自己 爱自己 是 那么在这个戏里面呢 爱自己 是 那在这个戏里面呢 你一定要找个让你开心的东西 开心的东西 比如说有这个李志杰 或者是张勋杰 双杰的组合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两位帅哥 跟一位长得还行的才女 她们会发生什么样的爱情 最美的才女 是 那么 男言之影 男言之影 故事工厂第三回作品 第三回作品 地点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包括了有台北 台北 台南 高雄 高雄 台中 台中 嘉义 高雄 高雄 桃园 苗北 以及基隆 总而言之7月24号到11月7号 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 来支持故事工厂的第三出 戏剧作品 男言之影 旁边这本男的角 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嘛 我好累 我睡得好累 她在睡一票 睡一票 睡一票 我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好 好 好 再见 好 聪明 二十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